無敵星星成了無極之談嗎 日前一名在專責病房工作的護理師 他這一年多來染疫了三次 而且症狀一次比一次嚴重 像是第三次染疫的時候 他的喉嚨甚至癢痛難耐 要含冰塊才可以稍稍緩緩解 也認為日前這個指揮中心 無敵星星的說法 很容易讓民眾掉以輕心 而國內有一生就表示說 當國外都在強調說 會重複感染的時候 只有台灣在強調 感染會有無敵星星 根本是活在平行時空當中 長期在專責病房中工作 染疫率比一般人更高 現在還有不少醫護 二度或三度確診 有重複染疫的專責病房護理師 認為無敵星星的說法 根本是無稽之談 他在去年5月 懷孕期間第一次確診 康復後出現腦霧症狀 今年4月又再次染疫 格力灣採檢陰性 就回到工作崗位 沒想到一個月後第三次染疫 這次症狀更嚴重 喉嚨癢痛難耐 工作時只能含冰塊緩解 幾乎是靠意志力撐過來 他的丈夫也說 從他第一次染疫康復後 腦霧的狀況常發生 甚至每一兩個小時 就會出現一次 也認為日前指揮中心 無敵星星的說法 容易讓民眾掉以輕心 有些人說第一次感染咳嗽 第二次咳 一直咳到 快要把肺咳出來 這個就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的呼吸道 在反覆的刺激之下 是發炎越來越嚴重 甚至反覆的感染 還會把氣喘跑出來 醫師蘇逸峰也搬出 重量級期刊 3月時發表的文章 指出去年南非科學家 發現了10.5萬例 疑似再感染 Omicron的案例 證明有許多病人 經歷第三次感染 蘇逸峰表示 當國外都在強調 會重複感染時 只有台灣在強調 感染會有無敵信心 暗風是活在 平行時空的台灣 只要你把這個 疫苗打好打滿 再加上你口罩和洗手 保持人際的距離 其實你都有機會 當天選之人 有些身體比較虛弱的人 他可能打再多 舊的疫苗 都未必能夠保護到他 因為他這種人就是記憶免疫力很弱 那你只能靠高的病毒的 抗體的濃度 來防止他被病毒給感染 還是希望次世代疫苗趕快來 怎麼避免重複感染 除了可以等待 施打次世代疫苗 醫師提醒做好個人防疫 也是重要關鍵 記者 總括到